刘总 王经理 你好 你好 这位是负责接待工作的 文宏奇 文小姐 你好 宏奇 把箱子拿过去 好好好 谢谢 说几句 欢迎您到这儿来 那个 您一路还挺顺利啊 欢迎您到我们公司那个 考察工作 好 刘总 实在对不起 您别看文小姐不太会说话 她可是医科大学的硕士 刚来我们公司不久 专门负责公关接待工作的 对 您在此地期间那个 由我负责这个联络工作 联络工作 文小姐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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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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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路上还顺利 来 干干 来 来 来 大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我可没少在大陆做生意 像文小姐这么全面优秀的人才 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 哪有哪有 哪有 刘总啊 您这么推崇文小姐 我们一定重用她 应该 应该 红杰 努力啊 一定一定 我看今天 大家兴致都很不错嘛 我们 为文小姐辉煌的前程 再干上一杯 刘总 刘总 抱歉 抱歉 真的抱歉 我实在喝不下了 不行了 这 这关键时候啊 那 那我 我替我们经理那个敬您 好好好 敬您 好好好 谢谢您那么看着我 好 谢谢 谢谢 请 请 请 我先喝 您请 刘总啊 我公司啊 有点急事 我得马上赶回去 这儿有啊 文小姐来陪您 实在 抱歉 王经理有事尽管方便 这里有文小姐做陪 足矣 酒 好 吃飞 吃飞 这是九倍块钱 够钱干嘛 你拿着先 记住 一定款子都好刘总 不是记账吗 还够钱啊 用不上 你先拿着 万一刘总有什么特殊要求呢 什么 什么叫 好 您 您再吃点 好好好 坐过来 坐过来 好好好 坐坐坐 文小姐 嗯 那个酒马上就到 您别着急 我今天 确实有点累了 啊 请文小姐送我回房间吧 好好好 来 我帮你拿东西 好好好 妈妈去哪儿了呀 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来 妈妈去给你挣钱去了 爸爸 咱们家是不是很穷啊 上次不想吃羊肉串 爸爸又说家里没钱 别老瞎说 家里再穷的吃羊肉串的钱还有吧 你说你想吃多少 一筐两筐 爸爸都给你烤 爸爸我已经给奶奶打了电话 你还说我吃不饱 什么 你给奶奶打电话了 什么时候打呢 以后别老给奶奶瞎打电话 什么时候你吃不饱了 静瞎说 你给奶奶打电话 奶奶就以为你真的吃不饱 着急啊 你说她要批评话怎么办 爸爸哭了怎么办 您对这房间还满意吗 满意 那您要满意 我把东西放这儿 您早点休息 我头有点音 好 坐了一天的飞机吧 躺一会儿就好了 是吗 那 那我扶您进去吧 需要吃什么药吗 没事 躺一会儿就好了 那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 别着急嘛 坐 坐会儿 不用那么客气我不 小淘气 你 你都出汗了 没有没有 没事 要不要梳洗一下啊 不用不用您客气了 我我先走了 你还好一次到这儿来啊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又没干亏心事 刘老板给我打电话来了 你知道你砸了我多大一单生意不 房经理 我不是有意的 我可能 不适合这个职位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对不住就完了 你得想想 怎么赔偿我这笔损质 你的钱 最好点点 别差了数 不住了 你听着 你再敢缺德事 当心我连你厂子都给端了 可以 快来 算了 怎么了 皮了巴拉的 这两天 脾气不大顺啊 看你这脸色 是不是工作又出现什么问题了 没有 我忘了告你了 我辞职了 不干了 什么 辞职了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什么好为什么呢 不对啊 肯定有原因 你说吧 因为什么 什么呀 没原因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那老板太过分了 第一天上班他就让我加班 还说 不给我加班费 不对 洪奇 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 依照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不是 又跟领导吵架了 你说你这个人 怎么老跟上级搞不好关系呢 一定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啊 跟领导搞好了关系 你自己的路才能长才能宽啊 我根本没跟他长 我直接把他打了 打了 为什么打了 这得多大的仇啊 板文秋的时候你怎么没打他呢 那房子六十平 要价七万 我们把存款都拿出来了 国库券都建卖了 才凑了五万块钱 剩下的两万 都是从朋友那儿东西西凑呢 这下倒好欠了一屁股债 可你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了 这倒是 你想啊 我们家五口人 就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里 中间就隔一道帘子 现在我一想到 以后也要跟婆婆分开住了 我就激动了 你刚刚说那房子在哪儿啊 地段一般 南三环 你们单位的房啊 不是 我们单位的房 根本就排不上队 这是我一个朋友单位的房 现在还卖着呢 还在卖呢 我能去看看吗 可以啊 真的啊